這套是警告來的,是叫你不要看 是,因為這套東西,我剛才新回國時有說過 我是調轉了兩套,我以為是血監視才知道 punch line,我以為是否英文名,punch line也有很多血 我以為punch line,難道是拳頭才知道,咦,是戰鬥 我看的時候也有些戰鬥,然後我再看完半集之後 我看真點的英文名,咦,我是看錯了英文字的 我最初看到punch line,我以為是英文,即是get的,而是笑點的 誰知道看了,底褲,日文的punch line 他是吃字,想吃底褲和英文的punch line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笑 大家都知道我看心花,如果我看的話,我很少熬不到 我看一集之後,我真的看了一集,他已經看了三集 我看了一集,我放棄了 我看了三集之後,我看這套東西簡直是垃圾 沒錯,你看到三集嗎? 這裡有兩個看到三集的人 我講一點,在咪前那裡 你是不是人來的 不要這樣說 在咪前那裡有三位,除了我知道有三位主持 都說,哇,這裡是垃圾 然後我說,其實都不是這麼差 回去給你解釋,回去看你 我給你辯護 我給你辯護 好吧,接著這一套punch line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都講過一套 就是一個遊戲的劇作家 就是這次轉來寫動畫 打月幹太郎 我想打鑊他 打月幹太郎 上個禮拜就有另一個 這次就是打月幹太郎 可能有人都認識的,就是F17 或者NDS裡面那個 你不要再說F17跟這個戲竟然可以有關係 很憤怒的感覺 就是這一套原創動畫 By the way 就是這一套動畫 同期會做遊戲的 而最後一個團隊 也是剛剛很憤怒的 F17的團隊去做的 有買你的珍藏 我可以丟掉他 沒有,他的故事都是奇妒的 他一開始就有一個巴士劫車事件 好像一個神秘英雄 在電眼車燈車 就覺得刀王道 看這個故事裡面 難道男主角就是因為這樣看到英雄 然後他想成為一個英雄的故事 當我看到那條內褲之後 我就覺得 咦,我不好 然後再想一下 我看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看幾分鐘 再看一次那條內褲 然後我問 我是不是看錯了英文 我真的馬上回去 我看回那個劇名 然後我說 我真的看錯了英文 沒有問題 可能你認識的 認識的 認識的 英雄片 而我現在沒有問題 看下去 咦,靈魂離體 不是 你說認識的 老實說 就算你說那套健全機有事 我都接受不到 但我覺得那套是絕對比這套正常 我想這裡沒有人反對 這套東西 第一集裡面 然後無緣無緣無故 當他看到內褲 當他興奮到一個模式 他就像一個extra模式 他就可以發揮超人的力量 然後當他超人的力量 再升上 你就overload 你overload的話會怎樣呢 你overload就會靈魂出竅 男主角受到一些性刺激 例如 他沒有說一定性刺激 你看到內褲 你當是 他就會變成 雙眼變成金色 明鏡子水狀態 爆氣 但問題 他在爆氣的時候 如果你再受到刺激 其實都是看內褲 然後就會爆煲 爆煲怎樣呢 就會靈魂出竅 然後有隻貓 我再跟他說 當你爆煲之後 就會有小韻石掉進地球 然後地球就會毀滅 這個有少少不太對的 靈魂出竅 不是因為在兩隻內褲而出現 因為有一個靈魂從了進去 對 只是看了兩隻內褲之後 會出現的情況 只是一顆隕石會掉下來 就並沒有靈魂出竅 靈魂出竅的情況 就只是 這一個他掉到海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兩隻不知什麼東西 救了他上來 而拜登會掉下海的原因 是因為 就將那個恐怖組織的首領 就推了海 兩個人一起 然後他再看到底褲 那一下就隕石掉下來 然後相信靈魂出竅 那些東西是完全沒有邏輯的 那些東西就算了 後來他又說靈魂出竅 找到一本書 但他找到一本書是沒問題 但是他不用研究一下 為什麼現在 佔著身體的靈魂是誰 他不會研究你 這個問題其實是要解的 因為如果根據那隻靈魂貓的解釋 在主角 在他超級模式 當時看到第二次底褲 這個世界已經是毀滅了 他不是在他裏面說的 很奇怪的 靈體可以無視時間 我知道你可以無視時間 你可以無視時間 但在那個時間點裏面 這個故事是結束了 可以寫個結束三秒 三分鐘的杯麵花是結束了 這些是月空行者 然後跟著 你解釋一下 剛剛那一下 有個靈魂撞下來 可能抵消了些什麼 然後被一個不知什麼的靈魂 佔據了主角的身體 然後無緣無故有隻媽媽出來 告訴你 其實你只要找到一本書 你就可以把你的靈魂 塞回到自己的身體裏面 然後再帶出剛才的線 如果你在超級模式的期間 再受到刺激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毀滅 因為有個小雲星就會搭下來 我看完之後我就說 你在說什麼 所以那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於現在的靈魂 有機會處於哪個什麼世界 不是啊 他所說的事情 邏輯和那條蛛絲沒有關係 你真的搭下來 關於屁事嗎 如果你說上一季 八俠熊 或者企鵝罐 頭幾集 很難頂 你不要理 起碼你覺得他 你不太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不會想翻桌 這個你直接想打獲他 你說什麼 現在 他在一集裡面 他有三個斷位 這三個斷位都是死症 我是看不下去的 他的小月就爆了太多了 好大佬 之後一集他爆完 第二集三集更厲害 爆到他找本書沒有問題 你幽靈的等級太低 要升等級 為什麼要練等 什麼初級 什麼靈屍 升級 你會升級 大佬你不是找書嗎 這個真的比較有趣 其實那一刻我看著 遊戲實況 其實只是看著圖畫 有騎尼的風格 之前不是這樣的 之前幾集 你去到那個位置 什麼遊戲風格 之前幾集 他之前明明是一個很正經的幽靈藏書 過自己一邊的遊戲畫面 要是你是不是地下承仙 是的 那個靈魂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有一個問題之一 就是那個靈魂被哪一個占據了呢 而他占據靈魂 現在有肉體的房間裡面 那個人就是封了那個房間 用胡宙封了那個房間 那個人是哪一個人 是未知的 三集都未知 三集他們是有少少復不放的 這個房間 不 問題是 你看到主角完全沒有氣去理 這件事 應該是正常的去調查一下 他是想理這件事 但是他沒有辦法理這件事 不是啊 有急的電視看著那間房間 那又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是那間房間 現在暫時會出現的兩件事 就是第一 那間房間是有一個直播鏡頭 而那個直播鏡頭 似乎那個人是不知道的 那就有機會 那個直播鏡頭裡面 可能往後日子裡面 應該會有些東西 會可能是有些提示給大家 而第二 那個鏡頭裡面 那個一佔靈魂那個人 第三集應該 就是扮那個奇怪的 公澤炎治紅戰士那個人 就出來救了 QMAY那個組織 想拿那隻紅的 那似乎就不是壞人來的 但是 就不知為什麼 他是要這樣做的 那 辯護方 其實 那項目是甚麼呢 首先要說一句 你找到辯護方 就是 我是很差的 這一方面 因為我自己 為甚麼會看這個 因為我自己 一去就對這個懸疑動畫 的接受度非常高 對要求非常低 那些 我是那些 很樂意 是有一堆 所謂的謎團 疑點 復筆 我照傳單接收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就看最後是怎樣解套 那些人 這套所謂的懸疑 我覺得是亂來的 我覺得編疑員會認真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看前面的吹奏報 你肯定編疑知道他的問題 但你看這套 你覺得是會你這件事 我覺得這套最大的問題 就是非常散亂 很多東西都 我可以說 花田十輝 再差的作品 成多十 都未必比他差 不是 我是接受 我應該是接受不了 而且 有些心理關係 就是因為我看錯了 看錯了 沒有 這個問題 我也不關作品 我過不 輸力完全是江偏看 那時候 你也看錯了 我不否認 我是看錯了 你要幫我辯論一下 這個看錯了 不關作品 但我看了第一集 我都叫 好好醜醜 就結束了第一集 但我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真的說 你那三個點裡面 我就是覺得 我是定性不到 你這套是什麼 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 我相信編劇 我相信編劇 是第一次寫動畫 他完全掌握不到 那個節奏 就是你第一集 你是沒有一個張法 每一個節奏可以 你只是不停 去拍一些你覺得是復筆 是設定的東西 是一些是謎團的東西 但你不嘗試去組織 究竟整件事 應該怎樣去運作呢 來龍去物是怎樣 來龍去物 來龍去物不是說 你需要解釋 整件事的前因後果是什麼 而是去發一個 觀眾能夠理解到的節奏 去鋪排這些東西 而編劇是完全做不到 好 我聽了這個 辯護方的陳詞 本席宣門 死刑 我們最後總結多一句 千萬不要看意圖 我還要說多一句 最搞笑的 第二集是講回 古來館裡面 那麼多位角色裡面 有一點背景 男主角 有什麼角色 全部都是女兒 又是蘇頭底褲 不是這樣的 至少有些故事性在裡面 故事性還是性故事 女人都有 有啦 我這樣說 你不能夠摧毀少男的夢想 好不好 不 貓貓的夢想 我現在是少男 不是少男 你已經過了那個夢想期 不行 真是的 青春論 你知道嗎 你去看那個波子嗎 不准他人身攻擊 秒事發 對不起 法官大人都知道錯了 我請給我收回那個言論 OK 我想說的是 第二集 去一點點 說回每一個女國的背景 好了 有奇怪的地方已經到 你上一集就好 說很多迷糊 說很多設定的東西 第二集又突然跳了去 說這一個 即第四個段片 角色的東西 I mean 其實這件事 你不可以給我一點點順序 給我一點點 動畫group好一點的東西 傳給我看 為何要那麼散遠 變方律師 別搶了恐怖律師的東西來講 你明白嗎 他講的角色問題 但是主角的目標 一 他不是管女國 二 他幫不了女國 第三 他自己新蘭火 他這條線還沒搞 你幫你做什麼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Gars Deep好看很多 我認真 變同嗎 Gars Deep Gars Deep 我起碼沒有那麼反感 Gars Deep是本世紀最高的哲學作品 你叫哲買 死刑 死刑 我相信這套動畫應該最後會有一個 一致都是死刑 我都不知道 只有我這個變方來控風 即是那些魔法 魔法死天王走在一邊 你都沒見過什麼霸王 霸姐一出 垂與真風 花田十輝 你什麼事啊 你這面的低級 大佬 沒有下階的人類 你知不知道 打穴幹太郎 最划算是 他講的 底褲線以下的就是 底閒 不知道 這套到這套 那我們去下一套